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一位自信的美国人 诺亚 莱尔斯如何弯曲时间 夺得奥运100米金牌的过程 莱尔斯在东京奥运会时因美国选拔赛上的失利未能参赛 但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凭借着坚定的决心 最终以9.79秒的成绩显胜亚买加选手机上 汤普森仅以0.005秒的差距夺冠 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和时间的延展性 让人感受到无比的紧张与兴奋 最短的比赛 最长的荣耀 这就是100米短跑的魅力所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详细探讨 一篇来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文章 标题是最短的比赛与最长的荣耀 一位自信的美国人如何弯曲时间 夺得奥运100米金牌 这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 美国短跑选手诺亚·莱尔斯 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男子 100米短跑金牌的全过程 莱尔斯因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中 仅获得第七名而错失参赛资格 这让他在本届奥运会中 更加下定决心要实现梦想 经过多年的艰苦训练和无数次的梦想 莱尔斯终于站在了起跑线上 面对着七万双紧盯着他的眼睛 比赛前的等待时间仿佛被无限延长 选手们在心理战中经历了短暂而漫长的静默时刻 从选手介绍到发令员宣布 各就各位的那一刻 每个细节都被放大 最后的几秒仿佛无限延长 直到脚踏在起跑器上的那一刻 时间才真正开始流动 在这场用时不到十秒的比赛中 许多事情在踏上跑道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炒作 姿态 谈话 这些都是在比赛开始前必须完成的准备工作 枪声一响 时间从可塑变为固定 像节拍器一样决定谁将成为奥运冠军 然而 比赛并不仅仅是决赛这一场 首先需要经历的是半决赛 在第一场半决赛中 亚买加的奥布利克·塞维尔 以9.81秒的成绩率先冲线 而诺亚·莱尔斯则以9.83秒的成绩紧随其后 第二场半决赛中 南非的阿卡尼 西姆宾和博茨瓦纳的莱兹勒 特伯哥击败了 为免冠军拉蒙特 马赛尔·雅各布斯 后者以两个最快的 非自动晋级者之一的成绩 勉强进入决赛 决赛前的一个多小时 选手们在后台恢复体力 观众们则经历了其他赛事的起伏 当短跑选手们再次站上起跑线时 心理战再次开始 雅各布斯和莱尔斯处于两个极端 雅各布斯冷静自若 莱尔斯则大张旗鼓煽动观众 裁判让他们等待了很久 让紧张气氛更加浓烈 最终 枪声响起 所有选手几乎同时冲过终点线 继分板上闪现出照片字样 经过紧张的等待 最终结果出炉 诺亚莱尔斯以9.79秒的成绩 显胜亚买加选手机上汤普森 仅差0.005秒 美国的弗雷德克利 以0.02秒之差位居第三 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 让人屏息以待 赛后的荣耀属于莱尔斯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奥运会的冠军 从不同角度分析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一篇体育报道 它还触及了许多更深层次的主题 首先是时间的主题 时间在文章中被描绘成一种 既无情又可塑的东西 选手们要在极限的短时间内 完成一场耗费多年准备的比赛 这种时间的对比 让比赛更加激动人心 其次是心理战的描写 比赛前的几秒钟心理战 几乎决定了一切 选手们在这一刻的表现 不仅仅是身体的角逐 更是心理的较量 莱尔斯通过这种心理战 赢得了比赛 但这也提醒我们 体育竞技不仅仅是体力的比拼 心理素质同样重要 第三是个人奋斗 和集体荣耀之间的关系 莱尔斯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耀 也为他的国家赢得了荣誉 这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相成就 使得奥运会这种国际性赛事 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比赛的另一端 英国选手路易·辛克利夫 和扎内尔·修斯 则在半决赛中失利 这种对比进一步凸显了 胜利的难得和失败的痛苦 辛克利夫在半决赛中 以9.97秒的成绩位列第三 未能晋级决赛 尽管他的预赛表现 曾经击败了莱尔斯 修斯则因腿部伤病影响 未能发挥出最佳水平 通过这些选手们的故事 我们不仅看到了奥运会的竞争激烈 也看到了运动员们 在背后付出的艰辛努力 每一个参赛者 无论胜利还是失败 都在为实现 个人和国家的荣耀而奋斗 总之 这篇文章通过对诺亚 莱尔斯夺冠的详细描写 带我们深入了解了 奥运100米 短跑的魅力和残酷 时间 心理战 以及个人 奋斗和集体 荣耀这些主题 使得这场短短的比赛 意义非凡 莱尔斯的胜利 不仅是速度的胜利 更是心理素质 和多年努力的胜利 感谢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接下来我们将 继续对这一事件 进行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 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时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有时候 它感觉像是无限多 而有时候 又显得不够用 这种对时间的感知 在奥运会上尤为明显 四年的漫长等待 只为那短短的几秒钟 对于诺亚 莱尔斯这样的感觉尤为强烈 他曾在东京奥运会上 因在美国选拔赛中 仅获得第七名 而错过了比赛 但在巴黎 他决心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将自己的名字 加入冠军名单 并夺得由尤赛恩 波尔特留下的 一百二百米短跑之王的桂冠 经过多年的训练和梦想 莱尔斯站在起跑线上 凝视着紫色的跑道 七万双眼睛 仅仅盯着 他和其他七名选手 每个人都屏住呼吸 默默等待 这是一场用时不到十秒的比赛 但很多事情 在踏上跑道之前 就已经完成 这就是卫石膜 一百米短跑 仍然是奥运会的拦带项目 其冠军受到无与伦比的赞誉 从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起 直到比赛结束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在第一场半决赛中 奥布利克 塞维尔以9.81秒的 个人最佳成绩出场 而莱尔斯则以9.83秒紧随其后 起跑慢 但后呈发力 在第二场半决赛中 阿卡尼 西姆斌和莱兹勒 特伯哥 击败了未免奥运冠军 拉蒙特·马赛尔 雅各布斯 他以9.92秒的成绩 勉强晋级决赛 但观众们经历 其他决赛的起伏时 短跑选手们 在后台恢复体力 但很快又回到了跑道上 时间像他们跳动的心脏一样 快速流逝 在决赛中 采判让选手们等待了很久 让观众达到高潮 让紧张气氛更加浓烈 最短的比赛 显然需要最长的准备 终于安静下来 唯一的声音 是法兰西体育场 上空直升机的嗡嗡声 枪声响起 时间变得残酷地固定下来 像节拍器一样 决定谁将在奥运冠军的 永恒荣耀中脱颖而出 最终 诺亚 莱尔斯以9.79秒的成绩 夺得金牌 仅仅比亚买加选手机上 汤普森快了0.005秒 而其美国队友弗雷德 克利以9.81秒的成绩 获得第三名 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 可见一斑 让人不禁为这些运动员的 拼搏精神缩感动 英国队的短跑选手的 路易 星克利夫和扎内尔 休斯在半决赛中未能实现夺金梦想 星克利夫在周六的预赛中曾击败莱尔斯 但在半决赛中未能再次超越这位佛罗里达选手 以9.97秒的成绩为列第3 并等待是否能晋级决赛 休斯则以10.01秒的成绩为列第14名 无缘决赛 这场比赛不仅展示了选手们的极致速度 更体现了他们在心理和身体上的极限挑战 最短的比赛 最紧凑的差距 最长的荣耀 这就是奥运100米短跑的魅力所在 也是诺亚莱尔斯夺冠的真实写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篇文章真是充满了戏剧性与英雄主义的色彩 诺亚莱尔斯的故事就像一部好莱坞电影 从失败到成功 从挫折到荣耀 他的胜利展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超凡的运动能力 无疑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榜样 这让我想起了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些选手们为了荣誉而奋力拼搏 不惜一切代价 莱尔斯的故事就像一个现代版的奥林匹克传说 他的成功无疑证明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 楚天书 你这可真是把莱尔斯捧上了天 不过我可不这么看 这不过是一个人跑得快一点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成了现代奥林匹克英雄了 说到戏剧性 不如看看那些在生活中真正努力拼搏的人 那些每天要上班养家的普通人 他们才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英雄 莱尔斯的胜利不过是个短暂的光环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默默无闻 却每天努力为家庭和社会付出的人 琪琪,你这话听起来像是极度啊 当然,我们不应忽视那些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欣赏运动员的成就 事实上,运动员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荣耀 他们还为国家争光,激励了无数青少年 根据统计,在莱尔斯赢得金牌之后 美国的短跑训练营报名人数激增了30% 这种积极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 就像古罗马脚斗士的胜利会激励市民一样 莱尔斯的成功也激励了无数人追求他们的梦想 楚天书,你真够幽默的 把现代运动员比做古罗马脚斗士 这让我想起了罗马脚斗士是为了生存和自由而战 而不是跑得快一点就能赢得全场喝彩 至于你说的报名人数激增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过于重视名利 孩子们看到莱尔斯赢得了金牌和赞誉 便误以为这是唯一的成功之路 这种单一的成功模式其实对青少年是一种误导 他们应该学会多方面发展 而不是仅仅追求速度 奇奇,这可真是有趣的观点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莱尔斯的成功或许正是因为他在逆境中不放弃 这种精神才是对年轻人最好的榜样 根据心理学研究 运动员的成功故事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自信心和抗压能力 再说了,生活总要有些激情和梦想 如果大家都只关注日常的柴米油盐 那生活岂不是太无趣了 莱尔斯的胜利给了我们一个短暂但美好的梦想 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呀 哈哈,楚天书,你这个梦想家 我承认,有些激情和梦想是好的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生活的艰辛 运动员的成功故事固然能激励人心 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根据教育专家的建议 青少年应该多参与不同的活动 从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 而不是一位模仿某一位运动员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莱尔斯 过度追求单一目标反而可能让很多孩子在失败后感到挫败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游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